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龙宫西游来袭 无限抗龙不休息 大唐赵宝宝自动起干将 师陀领英八 武装三票 在万众瞩目当中 梦幻游戏中的神秘小屋 终于播放了一段关于十月门派大改的超详细爆料 涉及到的门派一共有五个 依次分别是龙宫 武装 天机城 大唐官府和师陀领 具体内容如下 一 龙宫大招抗龙归海不需要休息 并且取消了冷却回合限制 沉寂了六年时间的龙宫 成为了本次门派大改的主角 爆料位置也专门放在了第一位 大招抗龙归海得到史诗级加强 使用后不需要休息 取消冷却回合限制 并且达成一定条件后 可在本场比赛中永久增加大量法伤 这样的修改 让龙宫的点杀能力大幅度增强 同时在比赛后期的输出 将会变得非常恐怖 二 武装的日月乾坤一回合可以封三个 和女儿村一样实现三封 武装的存神经脉 就换成新经脉日月铜灰 效果就是一回合可以封印三个 不过考虑到同一行有极为重要的意见 玩家在PK终点日月铜灰的可能性并不大 毕竟就连女儿村的三飘 在PK中出现的也非常少 三 天机城可以永久处于眼甲状态 天机城小夫子表示 是因为海里的鱼都被污染了 所以精甲经脉重新做 替换成了永动经脉 达到一定的条件后 天机城在本场战斗中可以永久处于眼甲状态 四 大唐在召唤宝宝时 能够自动起干将 大唐第四行的经脉干将进行了修改 新经脉的效果是在召唤宝宝的时候自动起干将 不过考虑同一行有大唐必点的永念经脉 如风觉得大唐在PK中基本不可能点干将经脉 五 施陀领在风天气实现物理意义上的起飞 红圈施陀可以阴击八个 嗜血狂魔第四行的魔吸经脉取消 替换成新经脉展翅 让施陀领的爆发力变得更强 更猛 应该就是所谓的在风天气直接起飞 怒向流派的不羁经脉也进行了优化 改版后 在狂怒状态下阴击可额外作用两个目标 相当于可以阴击八个 在如风看来 这五大门派调整的爆料内容中 龙宫是绝对的主角 其他四个门派就是配角罢了 时机意义并不大 龙宫西游的时代也许真的要回来了 此次门派调整将在10月24日与大家见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